在台南市是在插插好的記者 台南市長的參選人很重 最近批評說 台南在過去這四年 這交通市場比例是六都上海的 另外一個無統計的參選人 臨雨空 有哪有掛拳棒批評 台南市的交通台队是強調說 其實這政策有夠的今年希望的交通事故 已經減這麼多 大多的拳棒就掛在英空區大灣路 一面那五號裡面 上面下地的拳號率四望第一名 這是台南市長參選人的臨雨空的競爭棒 在講既台南的交通系統率 不過當下地的拳號率四望第一名 沒有後續的看法 也後面就有什麼 是兩百康六項 一直都沒有改善 按一百康九年到一百十一年 廣東最後一名 林雨空是改善 選團重點 在美一區的確點 中的國客上市的水面 其國民黨的參選人質都改 也因為過去四年 台南的交通 有三年是全國最壞 近屬於兩千康十八年 各方的交通所及的路插 跟兩千康十七年相比 適合的數量是新中一百十四趴 那就包括整個號制的設置 整個交通規劃的 尤其是我們台南市 在這個統計裡面 不必迴避 碰到問題就直接面對 包括我們酒駕死亡也這麼高 這都是要去面對的 我們今年一到九月 台南市的A1交通事故 是死亡一百一十人 較去年同期是減少三十一人 那減少的幅度有百分之二十二 那在今年的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 三十日內的死亡人數是一百八十三人 那也較去年同期有減少六人 那減少是百分之三點二 降幅在六度中是排名第三 民生相關的議題 以後都是選舉期跟英國參選人 注意的重點 希望政府可以改善 以台南市交通台北共調 透過所得管理 主要塞車的風土 以及增加減金率 頂國行的風土出師 蘇國的風土 已經有初步的信號 既然政府不但不得 發生主要生倒三、三、二、六、三、二、一、二、三… 加上公共享無勝與三、延到離題